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五題 第五題跟第六題 我們就是要把剛剛第四題的 機差轉強或轉弱 機差轉強轉弱 到底是有利於多單避險 還是有利於空單避險的 這個概念就給它一些數字 然後再用課本的符號套進去 讓你可以了解說 我們剛剛畫的那個圖 其實是有道理的 而且順便也可以教你怎麼去算說 如果今天假如是多單避險或空單避險的話 最後的有效的 不管是進收益還是進成本 那該怎麼去計算 所以我們看一下第五題 如果未來想購買標的物 是說明如何以期貨避險 未來的有效購買成本 並說明為何以期貨避險 是將標的物的價格風險賺為機差風險 那我們就看到前面就是說 你未來假如想買標的物的話 你到底是要多單避險還是空單避險呢 那我們說呢 假如說你未來才要去買標的物的話 害怕的就是未來標的物會上漲 所以你今天就要去做一件 未來假如標的物上漲真的會賺成的事情 那事實上就是多單避險 所以呢 前面這個部分其實就是回答多單避險 那未來的有效購買成本是多少 那我們就給它一些數字吧 那我習慣呢 就是上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我比較喜歡先給數字 然後再用課本上符號 因為先寫數字的話 同學會比較容易接受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橫走仍然是時間 那我們就假設有一個現貨價格在這個地方跑 然後還有一個期貨價格現在也在這個地方跑 那你就說他們為什麼還沒有收斂 因為還沒到期啊 那我們就用課本上的符號 所以假設現在是T1 其實我比較喜歡現在是T0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課本呢 所以要把現在呢 定成是T1 好吧 那就是T1 那我們先給它一些數字 例如說在今天的時候呢 這個期貨價格假如是19 然後呢 現貨價格的假如是22 假如是22 然後呢 你今天有一個避險的結束日 我們假設避險結束日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避險結束的時候呢 你就是要進場去買現貨了 因為你就是未來要購買標的物啊 然後同時呢 就是要把期貨的部分呢 把它品倉掉 那我們假設呢 在避險結束的時候呢 這個現貨價格呢 變成是25 然後期貨價格呢 變成是24好了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呢 你今天呢 最後的有效進成本 到底是多少 那這個呢 其實有兩種的算法 我們就兩種算法 都算給你看喔 那第一種是很直覺的 第二種你會覺得 你幹嘛這麼的複雜 但是其實 它是有生意的 好 我們看呢 有效進成本就是什麼 就是你到期的時候 你必須要花25塊錢 去買標的物 所以你的成本呢 就是25塊 但是呢 你不要忘記 期貨呢 其實可能會賺錢 也可能會賠錢 那我們在這個例子裡面 其實期貨是賺錢喔 因為我們現在是多頭避險 所以多頭避險的話呢 其實期貨這也就是做多的 那不要忘記多頭避險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 期貨是以做多的方式來規避現貨的風險 好那所以期貨你是做多的啊 因此呢 你有賺錢 那賺錢其實就是成本的減項啊 所以呢 你會說好吧 我期貨呢就是賺了5塊錢喔 24-5對就賺5塊錢 所以呢 我的有效進成本呢 其實就是20 欸這個大家都會算 也就是呢 你就算看看你進場的時候 那你到底用多少錢去買標的物 然後期貨賺貨賺多少錢 那這個事實上是很直覺的做法 很直覺做法 但是呢 有另外一個比較不直覺的做法是怎麼做呢 他就說你呢 就把19喔 然後呢再加上25-24喔 25-24 那事實上呢 也會得到20 也會得到20 那你就會說 這個好像就是把上面的這些數字 持續改改啊 那當然會得到20啊 這是一定的嘛 但是呢 為什麼要弄下面這種這麼複雜的方式呢 因為你想想看看什麼東西是19 這個19呢 其實是什麼 是F1 那這個F1呢 就是今天的期貨價格 這個是已知的喔 這是已知的 好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25-24是什麼 我可以把符號寫下去好了 19是F1 然後呢 22就是S1 也就是呢 T1的時候 期貨跟現貨的價格 然後呢 現在這裡是T2喔 所以呢 24塊就是F2 然後25塊就是S2 那我們現在呢 是站在今天 所以其實呢 未來的價格 對我們來講是不確定性的 好那你現在就想看看呢 25是什麼 25其實就是S2 然後呢 24呢 就是F2 但是呢 這個東西其實是什麼 其實就是Basis 就是未來的Basis 就是未來的Basis 未來的Basis 而且站在今天 你是不知道的 也就是說 這項事實上呢 就是未來的Basis 但是你站在今天 事實上你是不曉得的 所以它就造成你的一些的風險 好所以呢 你就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子去把它拆解 也就是說為什麼有效進成本 我們要寫成19 再加上25-24 那原因就是第一個 19呢是現在就知道的數字 它是一個確定的數字 然後第二個就是25-24 它是一個不確定性的東西 因為它是未來的 未來的價格 而且呢25-24剛好就是未來的GX 就是未來GX 所以我們說呢 你今天多單避險的時候 你的有效進成本就很巧妙的變成是 今天的期貨價格 再加上一個未來的GX 好所以我們說有效進成本 你有兩種算法 一種就是直覺來算 你就算看看呢 未來你去買標第五花多少錢 然後再看看期貨賺或賠多少錢 那賺的呢就從成本裡面扣掉 賠的呢就加進去成本 那就會得到的有效進成本 這個是大部分直覺的人會這麼做 但是另外一個做法呢 就是你就是等於今天的期貨價格 19塊錢 再加上一個GX 再加上一個GX 然後這個GX呢 就是S-F 所以就是有效進成本 就是今天的期貨價格 再加上未來的GX 未來GX 好所以我們就發現 一定有趣的是喔 有效進成本 基本上就是一個固定的數 也就是今天的期貨價格 再加上一個未來 就是在今天未來的一個不確定性的數 那這個事實上呢 就是一個不確定性喔 好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什麼東西到底什麼東西叫做 用期貨來做避險 其實用期貨啊 為什麼可以達到避險的功能喔 那最重要的就是下面這句話 那同學要把它記起來 就是呢 用期貨來避險 基本上就是把標的物的價格風險 轉為GX風險喔 你想看看 你假如說你沒有避險的話 你要忍受的是不是 標的物這一條價格的風險 就是這個單一資產的風險 但是呢 當你今天用期貨來做避險的時候 其實你整個風險變成什麼 你整個風險變成是期限貨之間的GX了 就是現貨減掉期貨這個值喔 那通常呢 你要去預測一個資產 它的價格是很難預測的 但是你要去預測兩個資產之間的相對價格呢 就感覺好像比較簡單 當然我們沒有說很簡單的 這感覺比預測一個資產的走勢還要簡單很多 這個就有點像是 通常人家會說 你假如今天你沒有絕對應感的話 那你今天呢 要叫你唱出一個440照耗 也就是這個440頻率 那個拉的音高的話 其實你是有點困難的 但是假如說今天呢 先給你一個參考應 例如說我就先給你多的話 然後呢再叫你唱出拉 你就會比較簡單一點喔 所以呢 人通常都是 你要去求一個絕對的東西 其實有點困難 但是你要去預測一個相對的東西的話 好像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這就是為什麼期貨避險 期貨可以做到避險 因為呢它就是把單一的現貨價格風險 轉成期現貨值現的積差風險 那通常積差風險會波動比較小 因為它畢竟是兩個東西相減的結果 那在統計裡面呢 我們都知道兩個東西相減的結果呢 通常會比一個絕跡變數的標準差還要小一點 還要小一點 當然這兩個要正相關才行 那剛好期現貨也是還蠻正相關的 假設是負相關的話 那可不一定是這樣子 好 但是呢這裡我們還可以講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剛剛呢 T2是什麼 是避險結束日是T2 可是這時候期貨還沒有到期 那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假設今天很湊巧就是你的避險結束日 就是剛好就是期貨到期日的話 那我們來看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呢 那這個通常比較發生在 遠期契約啦 通常遠期契約呢 敲定下去之後 其實就是等到期的時候去做交割了 因為它沒有什麼流動性可言 所以呢 避險的到期日就會是 遠期契約到期日 那我們現在來看呢 假如說你的避險結束日 剛好就是期貨到期日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事喔 那我們就假設呢 它都是27塊錢好了 好所以我們還是可以用兩種算法來算 我們的有效的進成本就會變成什麼 就是變成你進場的時候呢 其實花了27塊錢去買現貨 但是呢你的期貨賺了不少錢 我們期貨是從19到27 所以呢期貨呢 是賺了8塊錢喔 那因為呢 賺錢我們就從成本裡面把它擴掉 所以呢就是29 然後呢減掉27.8塊錢 事實上就是19塊錢 那這個是大家會常用的做法 但是呢其實你也有另外一種做法 就是呢 你未來的有效進成本 其實就是期初的期貨價格 再加上未來的一個基差 結果現在的基差呢是0 基差是0 為什麼 因為呢期貨到期 期限貨價格要收斂 所以呢 到期的時候 如果期差就是0 所以就等於19 那你就會發現說 嗯在這種狀況之下 其實有效進成本就是什麼 就是你當初進入期貨價格的 而期貨市場的價格 或者是你去簽訂元期期 約所溢出來的元期價格 那這就是什麼呢 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 你今天假如呢 你的避險到期日 剛好跟期貨到期日 是同一天的話 事實上呢 你的有效進成本 已經沒有任何不確定性了 因為呢 我們說有效進成本 就是今天的期貨價格 加上未來的基差 但是未來的基差 已經是0啊 絕對是0 因為期貨到期的時候 期限貨價格要收斂嘛 所以那你的有效進成本 就變成一個固定的數 而且就剛好是什麼 就剛好是今天的期貨價格 那換句話說呢 有效進成本 在今天就已經把它鎖定住了 好所以呢 我們從這個例子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如果事實上 你假如避險到期日 跟期貨到期日 同一天的話 其實你未來的有效進成本 買標第五的有效進成本 今天就已經鎖定住了 但是假如說你的避險到期日 跟期貨到期日 是不同天的話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你還是會忍受 有機差的風險 好這個就是有關於 第五題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第六題 剛剛我把錄音停起來了 因為我發現上面這個符號不見了 我以為又沒有錄到 那時候吃太多吃虧了 現在都一定要把它叫出來 嚴加看管 你們都發現講了一對話之後 竟然沒有錄成功 還要再重講 就非常的累 好 好第六題幾乎跟第五題 是同樣的事情 只是今天我們變成了 未來要賣出標第五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 第六題 如果未來想賣出標第五的話 是說明如何以期貨來做避險 然後未來有效的賣出收益是多少 並說明了 為何以期貨避險 是將標第五的價格風險 轉為期限貨的極差風險 好所以我們說 你未來假如要賣出標第五的話 就是害怕什麼呢 你就是害怕標第五的價格會下跌 因為假如未來標第五價格下跌的話 你賣出標第五呢 那收入的錢就比較少了 所以你就是害怕未來標第五價格會下跌 那你害怕未來標第五會下跌 你就是要做一件 未來標第五價格下跌的話 你會賺錢四 那事實上就是 賣出期貨 也就是我們就使用空單來避險 所以第六題就是要問說 你假如用空單來避險 然後你未來要賣出標第五 請問你未來賣出區的有效收益是多少 所以跟剛剛幾乎是同樣的例子 那我們就 其實是可以用同樣的數字去做啦 但是這個小花價好像沒有辦法回復到那麼前面 我們就把它再重劃一次吧 好 那我們現在是要用空投避險 也就是空單避險 那我們未來就是要去賣出標第五 同樣的呢 我們就假設現在的現貨價格是這樣子跑 然後期貨價格是這樣子跑 所以我們就先給它一些數字吧 那假設今天是T1 所以今天的期貨價格我就偷懶 用剛剛的數字好了 期貨價格是22 今天的現貨價格 現在的期貨價格是19 然後呢 今天的現貨價格是22 然後避險結束日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T2 這就是避險結束日 那避險結束日的時候呢 期貨價格是24 然後現貨價格呢 是25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首先還是先探討 你的避險結束日並不是期貨的到期日 我們會看了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那因為呢 我們是為了要賣出標第五 所以我們就要看一下呢 有效的 有效的禁收益 禁收益會是什麼 那剛開始呢 我們還是用大家都習慣的做法來看 那這是什麼做法呢 就是你看看呢 你賣出標第五的時候 到底收了多少錢 所以我們現在賣出標第五是收了25 然後呢 再算看看呢 期貨它到底是賺錢還是賠錢 但是因為呢 我們現在是空單避險 所以我們的期貨呢 其實是做空的 期貨是做空的 好 那因為呢 期貨從19漲到24嘛 從19漲到24 那因此呢 其實期貨是賠錢的 那它就要從禁收益裡面去扣掉 譬如說你們去扣掉 所以呢 我們的禁收益呢 其實就是要扣掉24 減掉19 也就是扣掉5 我們就發現呢 最後的有效禁收益呢 就只剩下20而已 也就是說呢 雖然現貨價格上漲 然後你把標第五賣出去的時候很開心 但是因為你當初是做空期貨期貨 就讓你賠錢 而且還賠了不少 所以呢 最後的有效禁收益呢 就等於20而已 好 那同樣的呢 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種做法來做 我們就可以把它想成呢 就是19 然後呢再加上25 減24 那當然呢 經過上一題的講解 你一定會知道說 我們在做什麼呢 就是說基本上這個19 其實就是F1 我再把這個符號寫上去好了 T1的時候 時間點是T1的時候呢 期貨跟現貨的符號就是F1跟S1 然後時間點是T2的時候呢 那期貨跟現貨它的價格呢 就是F2跟S2 所以我們說這個19呢 事實上就是F1 那它是今天已經確定的一個數 那25呢 減24呢 事實上就是未來的GX 就是未來的GX 所以這個就是S2-F2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了 因為呢 未來的有效金收益可以變成一個 現在已經知道的固定的數 已知的數 再加上一個站在今天不確定的數 而且這個數還很妙的就是 未來的GX 未來的GX 好 所以呢 當你這樣子做的話呢 那你也可以求出未來的有效金收益 其實是20 那當然呢 這個題目我們也可以發現說 其實GX是轉弱的 GX轉弱 那我們說呢 多弱空強嘛 所以呢 空投避險 應該要GX轉弱比較有利 但是呢 其實GX轉弱了 所以對你來講呢 其實是不利的 其實不利的 那事實上你也可以發現呢 有效金收益 其實就是今天的起貨價格 再加上未來的GX 所以既然是收益的話 你當然是希望未來的GX 會變大 會變大 所以呢 我們可以說今天是空投避險 是GX轉弱會有利 因為呢 有效金收益其實就是 今天的起貨價格 加一個未來的GX 未來的GX 越大 你的有效金收益就越大 那剛剛在講那一題的時候呢 我們忘了講一件事情 就是呢 剛剛那一題是有效的進成本 那有效進成本呢 也是今天的起貨價格 再加上未來的GX 那你當然希望呢 既然是講到成本 那一定是希望成本越低越好 所以你假如說你是多單避險的話 你一定是希望呢 未來的GX越小越好 這就是呢 我們說的多落空強 多頭避險是有利於 多頭避險是GX轉弱 是有利於多頭避險的喔 這個是插播一下剛剛那一題 忘了講的事情 總而言之呢 我們這兩題呢 就告訴你說 不管是有效進成本 或有效進收益 其實它都等於今天的起貨價格 再加上一個未來的GX 所以你假如說你是 像這個例子 你是空頭避險 那你就是未來要賣東西 所以你一定是希望呢 有效進收越來越大 當然就是希望GX會轉強喔 然後你假如是多頭避險 就是代表你未來要買東西 那既然未來要買東西 你就是要探討 未來的有效成本 那你一定是希望成本越來越低 所以呢 你就希望未來的GX是越弱越好喔 那這就是我們說的多落空強 是會獲利的那句口訣 好所以呢 我們這一題又問了同樣的事情 就是說 並說明為何以期貨來避險 是將標丟價格風險轉為GX風險 那事實上這個就是 為什麼期貨避險 可以奏效的一個原因 也就是說你今天講 沒有用期貨避險的話 在這個例子裡面 你要忍受的就是 標丟價格變動的風險 也就是說你要忍受 它從22變成25的一個風險 但是呢 當你用期貨來做避險的話 你要忍受的其實就是 期限或之間的差距 也就是說你要忍受 就是這個GX從3變成1的風險而已喔 那我們今天要去預測 單一資產的價格走勢 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你要去預測 兩個資產相對的價格走勢呢 是感覺好像比較容易的喔 那只要這兩個資產呢 你的相關性很高的話 通常他們之間的差距 的波動是會比較小的 所以就會讓你呢 避險是有成果的 因為呢 你今天已經把風險 轉成GX風險了 那GX呢 只要這兩個資產 它的相關性是正相關的話 那相關性還蠻強的話 其實基本上他們GX的波動 是會比較小的 那就有利於呢 你把風險降低喔 也就是說你把一個波動很大的 單一資產的價格風險 轉成波動比較小的期限或的GX風險 好 那我們這個呢 還可以跟剛剛一樣 再延伸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現在假設呢 你的期貨 你的避險結束日呢 就是期貨到期日喔 因為呢 我們剛剛第一個例子 是假設你避險結束的時候 期貨還沒到期 所以你還必須要忍受 一個GX風險 那只想說呢 今天你的避險結束日 剛好就是期貨到期日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其實呢 期限貨到期的時候呢 一定是要收斂的 我就把這個期寫漂亮一點 就是期限貨到期的時候 期限貨的價格是一定要收斂的 所以呢 我們就看 就給它一個數字好了 假設到期的時候呢 價格是27 是27喔 那這樣的話呢 有效禁收益會是什麼 就是呢 你當初 你未來呢 在賣掉標第五的時候 可以用27去賣 可是呢 你要看一下你期貨到底是賺還是賠 就在這裡幾面 期貨價格是上檔 然後你還做空 所以呢 就是會賠 那會賠多少 就是賠27 減掉19 所以呢 你最後的有效禁收益就是19 這個是第一種算法 也就是大部分的人呢 會用的做法 那第二種做法呢 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把它想成 其實有效禁收益就是 今天的期貨價格19 再加上未來的積差 但是現在呢 未來積差一定是0的 因為你的避險到期日就是期貨的到期日 所以未來呢 你的避險到期日或其它是0 因此你最後的有效禁收益也是等於19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假如你的避險到期日 剛好就是期貨到期日的話 則你未來的禁收益 基本上就已經用今天的期貨價格鎖定住 就已經鎖定住了 那未來呢 已經沒有任何的風險了 沒有任何的風險 那這個也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 你只要是用元期期月來做避險的話 那因為元期期月呢 沒有什麼樣的流動性 所以通常跟他簽了期月之後 就打定主義 要把它放到到期了 所以呢你到期的時候 你的有效禁收益 其實在你當初跟人家簽訂的 這個元期價格的時候 就已經鎖定住了 也就是說你未來有效禁收益 基本上就是你當初去跟人家談的那個元期 元期價格 那就感覺好像呢 你就是當初跟人家談19塊 未來的 就是你當初跟人家談19塊 那就是感覺 未來你就是要用19塊錢去做交割 結果 你最後的有效禁收益真的就是19 那你未來的有效禁收益 在今天就已經鎖定在 你跟人家談的元期價格了 好 這個就是我們有關於第六題的解釋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第七題 好 如何選擇適當的期貨期約來做避險呢 那如果遇避險的姿態與期貨標的不同的時候 那機差風險會包含哪兩個部分 那這樣的避險呢 到底有什麼案的名稱 好 我們先來解決第一個問題 如何選擇適當的期貨期約來做避險 那因為呢 期貨它是一個很標準化的商品 所以呢 有時候期貨到期日跟你的避險結束日呢 不一定會是一樣的 那例如說呢 你的避險結束日 假設五月三十一的話 可是呢 現在市場上的期貨呢 只有三六九十二到期的期貨 那你會去選三月到期的那個期貨來做避險嗎 那不會嘛 因為呢 等到期貨死掉的時候 你還是有避險的需求啊 所以通常就不會選三月到期的期貨來做避險 那你會選六月到期的期貨來做避險嗎 看起來挺不錯的 因為呢 其實呢 當我們避險結束的時候 五月三十一號的時候 那六月期貨還沒有到期 它還可以保護我們一直保護到五月三十一號 然後呢 五月三十一號 我們避險結束的時候 就順便把六月品倉掉就好了 所以呢 你會有可能會選六月到期的期貨 那你會選九月到期的嗎 會選十二月到期的嗎 其實理論上沒有什麼不行 但是實務上比較少這麼做 因為通常越遠期的期貨 其實呢 流動性就越差 所以 你也不會去選那種非常遠非常遠期的期貨 所以呢 我們說到底要選什麼樣的期貨期約來做避險呢 那第一個就是說 到期日呢 你就盡量選跟 你的避險結束日是很相近的 但是要晚於你的避險結束日喔 那這就是一種選擇什麼時候到期的期貨 來做避險的一個準則 也就是說呢 你選的期貨到期日要晚於你的避險結束日 但是呢 要盡量的相近才可以喔 好 但是呢 這種做法呢 也不是絕對一定是這麼做啦 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說 假如呢 你現在想要的是 避險結束日就是12月31 就12月31 然後你現在想看看 你現在才1月25啊 所以呢 你的避險結束日呢 其實是2019 12月31 那根據呢 我們剛剛所講的 你可以選 幾月期貨去做避險呢 那 事實上你可以選 369 12 可是呢 12月的期貨通常 要嘛是第三禮拜三 或第三禮拜五就到期 例如說 假如是 S&P500的期貨的話 第三禮拜五就到期 所以 12月的期貨到期的時候 你的避險結束日還是沒有結束啊 還是還沒 你的避險還沒有結束 還是需要期貨保護 所以這時候呢 你的準則可能就會變成說 會讓你選到 明年三月到期的這個期貨 來做避險 那這個明年三月的期貨呢 有可能已經掛出來了 也有可能還沒掛出來 例如說 假如是S&P500的期貨的話 它會掛五個季月喔 所以呢 站在今天的確 明年三月到期的期貨 是已經出完了 但是呢 其實也有可能還沒出來啊 假如說你今天是其他的期貨7月的話 搞不好明年三月的期貨 根本都還沒有掛出來 那這是第一種可能 第二種可能就是 即使它掛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呢 這實在是太遠了 遠到市場上的人 現在對它都沒什麼興趣喔 那通常呢 交易量最大的還是 近月的期貨 所以在這時候怎麼辦呢 也就是我們剛剛的準則呢 是叫你去選 期貨到期日 盡量跟你的避險結束日是很接近的 但是不要早於你的避險結束日 換句話說就是要晚於你的避險結束日 但是呢 顯然看起來呢 明年三月到期的期貨流動性是很差很差的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一種方法呢 其實就是 你還是先買最近月的 然後呢 到期的時候呢 再轉倉 然後呢 六月到期的時候再轉到九月 然後九月到期的時候再轉到十二月 然後十二月到期的時候呢 再轉到三月去喔 那這是另外一種方法 那左眼的就是 因為近月期貨的東西比較好 然後買賣價差比較小 所以你比較容易進出 所以假如說你是要多單避險的話 你可以先買今年三月到期的期貨 然後呢 三月到期的時候呢 把那個三月到期的期貨品倉掉 同時呢 再去買六月到期的期貨 然後六月到期的時候 把六月品倉掉呢 再去買九月到期的期貨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轉倉喔 那轉倉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讓你在流動性比較大的狀況之下 去進入期貨期約 那可能呢 買賣價差比較小 你進出的價格呢 就不會太難進入 或是進出的價格太差 但是它的壞處就是 每次轉倉都有價差 都有價差 那你必須要忍受價差的風險 因為呢 我們說不同月份的期貨 它的價格沒有道理 一定要一樣啊 所以你每次呢 例如說你三月到期的時候 要轉六月 那時候三月跟六月 事實上呢 它的價格不一定會一樣 那每次轉倉都會有 價差 都有價差 那 事實上呢 正逆價差 會 對多單轉倉 或空單轉倉 會造成一些好處或壞處啊 基本上通常是逆價差轉倉 逆價差是有利於多單轉倉的 然後正價差呢 是有利於空單轉倉的 那這個其實很簡單啦 也就是說什麼叫逆價差喔 你還是要先知道什麼東西叫做 價差 那通常呢 我們在講逆價差 市場上呢 在講逆價差的時候呢 通常指的是什麼 就是期貨小於現貨 然後越遠期的期貨呢 其實是越小的 越小的 那這個是逆價差 所以你想看看為什麼逆價差呢 有利於多單轉倉 有利於多單轉倉 那原因就是因為呢 你今天你要把你的多單 繼續延續下去的話 那你是不是呢 就是要對新的期貨契約去做多 那你做多的時候 當然就希望這價格便宜一點 可以讓你用比較低的價位去買到新的期貨嘛 新的期貨 所以假如說今天是逆價差的話 那你每次進入新的期貨 永遠都有較低的價格進入的話 那當然就是有利於多單轉倉 那假如是正價差的話呢 那就是 越遠期的期貨價格 是大於近月期貨價格 是大於現貨價格 那通常就是有利於空單轉倉 那空單轉倉呢 就是說你要空東西 你當然希望價格高一點 那假如每次轉倉的時候呢 新的月份的期貨價格都很高 那你要去做空 是不是就覺得很快樂呢 好所以呢 其實就是說你要去選擇 哪一個月份的期貨去做避險 那當然除了要看你的避險結束日什麼時候之外 其實你還要看 那到底呢 每個期貨期約的流動性大或者是小 那我們說呢 一次就把它選擇到 期貨到期晚於你的避險結束日 那但是要盡量接近的話 那當然呢 做了之後就 通常呢 就不用再一直轉倉了 這是好處 那壞處可能就是流動性會很差 然後你假如說你是用這種先買近月期貨 然後再到期的時候再轉到次近月期貨 然後到期的時候再轉下一個次近月期貨的話 好處就是呢 那流動性會比較大 然後買賣價差比較小 但是壞處就是每次轉上的時候呢 都有價差 那可能會對你造成一些好處或者是壞處喔 那我記得這一題好像是最後一題的題目 我在這裡就把它講還了 好那我們現在再看呢 那如果遇避險的資產與期貨標的不一樣的話 那機差風險會包含哪兩個部分 這種避險有什麼名稱喔 那事實上這種避險呢 其實就叫做交叉避險 那課本呢是舉了一個例子喔 他說呢通常航空公司呢 他其實是需要飛機的燃料油 可是呢市場上呢並沒有燃料油的期貨 並沒有燃料油的期貨 所以呢當今天航空公司要去做避險的時候呢 他可能就只能去 我應該講說飛機他有他自己的飛機的油料 但是呢市場上並沒有飛機油料的期貨 那飛機市場上只有燃料油的期貨 其實我覺得這有點繞口 那我記得我20幾年前念期貨的時候 課本就是這個例子啊 那為什麼現在還是這個例子呢 為什麼全世界這麼多航空公司需要 飛機的燃料油 但是市場上竟然都沒有推出 飛機燃料油的期貨呢 我還是覺得挺詭異的 好 總而言之呢我們看一下課本它的例子 它說我們先來呢 遇避險的現貨 遇備避險的現貨 我寫一下 遇備避險的現貨 遇險的現貨呢 其實是飛機的燃料 就是飛機的燃料油 飛機的燃料油 但是呢 飛機的燃料油呢 在市場上是沒有期貨的啊 所以呢 他說現在呢看到有一個東西 是期貨 有一個期貨 有一個期貨 那這個期貨呢 其實 標的路呢 就是 燃料油 就是燃料油 那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就是要去選一個 期貨標的 跟你要被避險的現貨 其實兩個是相關性很高的 東西喔 所以呢 飛機的燃料油呢 跟這種燃料油的期貨呢 其實飛機的燃料油跟燃料油 還蠻高度相關的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可以去選 燃料油期貨來做避險 所以呢 我們第二題的題目就是說 當你今天遇避險的市場 跟期貨標的不同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去選擇期貨呢 那當然就是要選那種期貨標的 跟你要被避險的市場標的 那一定要高度相關 那這個很直覺 你不可能去選一個 期貨標的跟你要被避險的這個現貨 事實上是沒什麼相關的 那這樣的話就達不到避險的目的喔 因為我們說用期貨來避險 基本上就是要把現貨的價格風險 單一的價格風險轉成 期現貨之間的積差風險 那因為呢 這兩個東西是高度相關的 所以 機差的波動會比較小 才能達到避險的目的啊 所以呢 我們今天假設我們是航空公司 我們需要對飛機燃料油去做避險 可是市場上呢 沒有飛機燃料油期貨 事實上只有燃料油的期貨 那我們未來呢 就是要買很多飛機的燃料油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說 未來的有效購買成本 有效購買成本 有效購買成本 購怎麼寫呢 有效購買成本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能就 要給他一些符號 不然在寫這麼多中文字呢 其實還挺累的 那我們就假設呢 在今天呢 的期貨價格呢 是F1 然後呢 在避險結束的時候呢 的期貨價格是F2 也就是呢 跟我們之前的題目一樣 現在是T1 然後避險結束的時候呢 的時間點是T2 好 然後呢 我們現貨的部分呢 我們也給他一個S1 跟S2 不過呢 這個S1呢 可能是用不到 可能是用不到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有效購買成本呢 其實就是 我們避險結束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去買 這一機的燃料油 所以呢 我們就是花了S2 但是呢 我們在期貨的部分呢 到底有沒有賺多少錢呢 那因為我們現在 想的是成本嘛 所以呢 我們就看看呢 假如說未來有SOE的話 我們就會把它剪掉 所以呢 我們就剪掉 F2 剪掉 剪掉括號F2-F1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會怎麼去把它處理呢 因為我們知道呢 10.1的東西是現在 知道的數字嘛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F1 給寫出來 所以我們就會寫成F1 然後再加上呢 S2 也就是呢 避險結束的時候 那時候的現貨價格呢 然後再剪掉F2 那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這樣一直變顏色呢 因為我只要告訴你說 黑色的是現貨 然後紅色的是期貨 但是現在期貨的標的呢 並不是現貨 所以呢 我們之前在講的時候 那我們就說 前面這個F1 就是今天已經知道的期貨價格 後面這個S2-F2 就是未來的Basis 所以我們就說 後面這項是不確定的Basis 但是呢通常我們在定Basis的時候 它的標的是要一樣的 可是呢我們現在 黑色是累積燃料油 紅色是燃料油 它們的標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嚴格來講呢 這一項不應該叫做是 燃料油期貨的極差 所以呢我們還可以再做一些變化 我們就把真正的 燃料油的現貨價格把它拿出來 所以我們就弄一個東西叫做S2-Star 那S2-Star呢其實就是 燃料油期貨的標的 也就是真的燃料油的期貨 所以呢這東西事實上就是Basis 因為呢今天現貨也是燃料油 然後期貨的標的其實就是燃料油 所以呢這事實上就是 我們之前所熟悉的Basis 但是呢你給它加一項東西下去 那總是要把它剪掉啊 所以呢我們就說 後面這裡呢其實就是S2 然後再剪掉一個S2-Star的東西 那這一項呢沒有什麼特殊的名稱啊 基本上它只是告訴你說 我們避險結束的時候 那時候非基燃料油的現貨價格 跟燃料油的現貨價格之間的差距 但不管怎樣呢 我們這時候有效購買成本呢 其實它的基差風險呢就是由兩部分所組成 那第一部分呢其實就是期貨本身的基差 也就是呢在我們的例子裡面 就是期貨燃料油 燃料油期貨價格跟燃料油現貨的價格 但是呢除此之外還多了一項 就是呢兩個高度相關的現貨價格之間的差距 那總而言之呢這時候有效購買成本呢 它的避險可能就會更差一點 因為呢它不但有原來期貨的本身的那個基差風險 那還牽涉到呢兩個高度相關的現貨價格的差距 所以通常呢交叉避險它的效果就會比較不好一點 那這個事實上就是我們對第七題的回答